來看宜蘭的海邊 今年平常出現有油的污染 有一隻南面的海鯊帽 整身區都是油 風上到風一層 以後是試試很多次 後來才找到可以把油 洗好乾淨的清潔 把這隻海鯊帽 洗得很乾淨 更近過分 今天跟他揚鴻囉 這隻海鯊帽天氣 由海鯊的方向揚出去 先說揚鴻 因為宜蘭的海鯊 三個九年相當出現大量不平的油污 在當時這隻海鯊帽也成鳥 第二個在香港的海鯊 讓他發現 幾分數是鑽鑽油 沒辦法倒杯 讓民眾送去當時 沒方向揚鑽酒 修意把魚等到水底底 稍微這隻蝦子 拿東西吃的能力 還會憑高鹽毛 感染有風水的功能 因為油污除了影響海鯊的飛行 還會讓鹽毛沒辦法風水 提出海鯊沒辦法保持溫暖 是去溫度 然後再把它烘乾之後再測試 它的防水性這樣 然後如果沒有辦法防水的話 就再重複清洗 因為海鯊沒有皮膏 要控制分數很困難 所以要穿到分數點的油污 是真不簡單 同時不公用索十萬 參考夏威夷動物救生協會的經驗 買洗油污全用的青鯊 用不一樣的比例 分幾次給它洗五遍 總算這次分數點的油污全不洗乾淨 頭過這次的經驗 風油塑會把青鯊座的比例 紀錄都來來猶味 不過海鯊毛是屬於汗油性的海鯊 很少接著流污 在臺灣也很可憐 在海中的素量是太多 不過因為人為的污染 所以是對這種海鯊造成生命的威嚇